好 没想到啊 我是果汁天才啊 这第一次尝试 就榨出好喝到上天的果汁 真的吗 那我要喝一个 像你 也只有他这种吃荤会被骗 榴莲加柠檬想想都 不过 总算让我们的夏小慈同学笑了 叹琪这一吐 也算是值了 真的是极品果汁 喝一杯这果汁 绝对上天 而且再也下不来了 要不 你帮我闪送一杯 给陆雨晨呗 这是有多大的丑啊 无冤无朝 就是温宝宝 不开心 不开心 那咱们喝一杯吧 俗话说 一醉解千愁 怎么样 说好的一醉解千愁呢 你喝得过小林吗 还敢要喝酒 喝你的叶子汁吧 宝宝心里苦 今天 心里就好亮啊 你们知道吗 巨蟹座 在那个位置 哪儿 我怎么看不到 你当然看不到了 巨蟹座 是最暗的一个星座 你要用星图 和望远镜才能看到 被耍的总数 小慈 你还懂星座啊 陆雨晨教的 你今天不开心 也是因为他吧 怎么可能 他算什么 你怎么看不到了 我就是纳闷 他凭什么嫌我都管闲事啊 我可是燕青联盟 名正言顺的帮主 也许 他是怕向海伤害你吧 可能 他有什么苦用 我不知道 你们说 我真的适合当帮主吗 当女侠 不一直都是你的梦想吗 是啊 一直以来 我都在武侠小说中 实现我的女侠梦 然后光年之外 给了我一个机会 让我可以过一把女侠引 但现在我发现 现实跟梦想还是有差距的 就比如说这一次海盗团的事情 我就完全搞不定 你 你不会是后悔当帮主了吧 那没有 我不后悔 我喜欢这个游戏 那就好了 不就是海盗团吗 我们多拉几个高手 保证打得他们灰飞烟灭 对对对 我没有小林这么个美女招牌 害怕没有高手帮我们呀 小慈 你一定可以当好帮主的 找帮手 我有办法了 雨晨 你看到了吗 小慈 他又出招了 什么招 小慈在校园论坛上 发了个英雄帖 你看 光年之外 多事之秋 燕青联盟遭遇了成立以来 最强劲的敌人 也点燃了 所有燕青联盟同仁胸中的热血 我帮主夏小慈 在此广发英雄帖 希望和游戏中的诸位 共同讨伐天边的骷髅旗 我看小慈啊 这是要跟那个什么骷髅旗 彻底杠上了 恐怕没那么简单 爸 妈 我今天就请几个朋友聊聊天而已 不用这么正式啊 你爸他喜欢 今天不一样 咱们女儿发的可是英雄帖 帮主啊 对呀 爸爸妈妈得给领导充足面子 帮主算什么领导啊 怎么不是领导 咱们经常看《铁龙八卜》 里面那个丐帮帮主 叫什么来着 乔峰嘛 对 乔峰 拒贤庄大战 爸 乔峰在拒贤庄差点被打死啊 那 那不管 那个打死了 他也是个死帮主 说得对 叔叔 阿姨 你们好 是不是来找小慈的 是 你快坐 快坐 来 你们慢慢聊 听说你发了英雄帖 又没发给你 我不是跟你说过 汪慧的冲突要尽量避免吗 我干嘛要听你的 你今天是不想好好跟我说话了是吧 没错 我今天唯独没空跟你说话 走了 你开了 不对啊 这是我家 你走 哭鲁齐的事情估计是因为我 我不能拖累你们 我今天唯独没空跟你说话 我又是不想尽量 你其实不是 我需要自己的 你说 不必是